厦门这里的沙坡尾以前是个小渔村 在厦门变身为文青聚集地之后 这里的老市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于是引来了文创团队进驻 换掉五颜六色的招牌 改用漫画造型来宣传 让市场变得时髦流行起来 很多人到这里拍照打卡 年轻客人增加了 摊位的生意也变得更兴旺 这是一般人对厦门的标准印象 浪漫为美 让新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以前的小渔村 如今出落得格外时尚 不过隔了一条街 这里还保留了原本的朴素面貌 传统市场生猛鲜活 肉品蔬菜的气味交织在一起 摊位一摊挨着一摊 统一的黄灯一照 粉红色氛围实在怂够无烂 只是老城变身成功 这里还在原地踏步 难免出现了违和感 像这样子的传统市场 我们并不陌生 不过在厦门呢 这些摊位将得到 全新的改造机会 从电招牌到电风格 都是由大学生一手操刀 如果我们可以把包装做得更好 你可以就是接受我们 去给你改造这些盒子啊 这些东西吗 也可以啊 他是厦门大学美术系的学生 渔航 透过他艺术眼光操作 加上手笔 这个菜市场就贴近了厦门 日益缤纷的现貌 从黑白到彩色 老字号的鱼丸店顿时变得华丽起来 最开始的店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像这一种配色会非常的那种 奇怪吧怎么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后面全部都是这种 本来就是冰箱上面 还有背影上面自带的广告 就看起来就很一般 很普通 红黄蓝绿 啥颜色都摆在店里 还有又大又写实的产品照片 这在充满创意点子的大学生脑海中统统不行 全部拆掉重链 我觉得我们最大设计亮点就是 背景墙这一个非常大的老板娘的形象 八名男女的元素加进了设计图 老板娘个人形象当成了店logo 存在感瞬间飙升 老摊换了新气象 一直嚷嚷要退休的老板娘 这下重新燃起了生意魂 在记起几年 有在这个打算 总共有十家摊商 试着让大学生动手改头换面 怂怂的样子剔除不难 拆掉就好 但要让没在市场摆过摊的大学生 填进怎么样的创意 还能结合商家需求 就得费点脑筋了 这样板子你相信我 我就给你摆了 然后你当然不行再换嘛 我给你摆看看 可以啊 趁着晚上打烊之后改头换面 水果摊原本单调的白瓷砖 看起来虽然整洁 却少了吸引目光的点 用上红白条纹 再加上这无厘头的标语 我是橘子球带走 摊子马上就变成了热门打开的店 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嘛 然后背景也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气质 然后比较有创意 对于传统菜市场来说 就是比较吸引了 以前的市场感觉没有那么时尚跟文艺 然后进来这边感觉整个颜色啊 电招的颜色啊 电面的颜色就很吸引了 菜市场不再只是菜市场了 这是文创团队的老城复兴计划之一 2011年进驻沙坡位和政府合作 负责老城改造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整个片区的这个 更新比较速度比较快嘛 然后感觉说这个市场来讲 是我们一个落项 那因为跟整体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提升 那不是很协调 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说可以整了我们社区内一些资源 然后来对市场这个内部跟外观进行一个全体的提升 然后最终的想法就是说让这些商家 他们可以体面的来进行他们的商户 然后让整个这个环境跟周边可以相学料相配合 参考世界各地老城改造的经验 扫去原本的木器灌进火里 让旧东西再热闹起来 就像这个艺术西区 这里的前身是一个废弃的水缠冷冻场 刚好让年轻人可以大展身手 带着理想的创业者在这会洒汗水 每个角落都是新鲜感大爆发 也会有他们的以花生的那个形象 作为他的一些工材 还有他周边的一些T恤 然后扇子还有打火机 把厦门特有的鱼皮花生拟人画变成公仔 用形象打造一个创意小铺 还可以动手DIY 这个就社区开始让人觉得老是很好玩 所以在早期一些鱼米 它打完鱼回港之后 直接上岸就会在石板路上进行一些海鲜的售卖 那形成了最早期的一个天然的鱼饰 而厦门也再度变得趣味盎然 城市的发展永远有无穷的动力推陈出新 只要你能容许年轻人颠覆传统想象 拥有天马行空的发挥空间